那这边我们要出站的 来 大哥 平时做什么工作 摄影师 摄影师 那您摄影师还有老板呀 我自己开店 自己有一个摄影工作室是吧 年轻有闻 您多大岁数 24 真不像 您像42了 客气 来 这边我们要 很漂亮的一位女生 叫什么名字 李又轩 再问一个专业点的问题 有男朋友吗 没有 那可以比赛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文员的 做文员的 很斯文 但平时有运动吗 也有吧 也有 那看来就没有运动了 但是等一会儿 你要加油了 你要输掉比赛的话 就这一盘就输了 好吧 首先是我们的老板队 做好准备 金光闪闪的大金亮的呀 哎 您的一声 好吧 你抱他你就完蛋了 那就完了 我告诉你们了 哎 这链子 咱俩是不是一个地儿买的呀 对对对 能飘起来了是吗 好 就从这金链子 你怎么能赢 来 我们的终点 80秒钟的时间准备 开始 来 那现在所有的观众 来给点奖声了 来 现在我们的观众 来给他加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币虎强 够得不错 云中漫步 看你完成的怎么样 作为老板 可能要有魄力 选择的方式 好 又站起来了 还有52秒 时间非常的充裕 翻山越岭 看来平时还真的是有运动啊 我们这位老板是能文能武 快乐 滚滚头 漂亮 好 彭哥 三级新回来 幸运球 好 来 刀宝宝宝 彭哥 彭哥 你知道吗 你看我的拥抱多有作用 从此之后女生们吧 你们看我 你们就应该知道自己走 来来来来 哎呦 相当的帅气啊 必须的 很轻松啊 嗯 你是为了展示你的风采吗 跟刚才这位女生 也不是啊 老板 就棒啊 老板就是棒 没办法 没办法 您能谦虚一点吗 谦虚 赢啊 我跟你说 我是看不下去了 你一定要 争口气 好吧 对对对 这个等一会儿 看见那个胖子了吗 尽量别抱他 有可能输 来 我是忘记的 您是发面的 是的 还是胖子面的呢 来 我祝你成功 好 有信心吗 有 好 100秒钟的时间 准备开始 鲤鱼跳龙门 非常棒 完全不胜 来 我们的员工队 给自己的队员加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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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你好达尔文当中 我们的口号就是 逝者生存 那在这场比赛当中 到底是我们的老板 最厉害 还是我们的员工 最更强一些呢 等一会儿 我们的比分马上就要揭晓了 我也看得出来 感觉这位员工 会不会有一点舞蹈功底呢 非常的轻盈 到了我们的翻山越岭 看来我们的腰腹能力还是不错 加油 好 还有38秒 快乐 不能停 要有速度 没关系 到我们的翻山越岭的起点 加油 慢 18秒 来 加油 加油 好 一切跑过了 一切跑过了 好 时间 时间 好 4 3 2 1 来 到这里 你看把他们得意的 说一下自己的感想 感想 我尽力了 我突破了那一关 突破了 你是有恐高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员工特别不容易 因为这个女孩有恐高症 所以就是刚才经过那一关的时候 之前她在上台之间就犹豫了很久 上台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短短的几秒钟 她就直接滑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 她过了这一关就算成功了 我觉得 给自己掌声 不错不错不错 完成挑战 好 其实我说到这个你好达尔文 我们的节目宗旨不光说要适者生存 最重要的是你要敢于挑战自己 通过挑战自己 通过了心里的那一个障碍的话 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都非常的有决心 都很坚决了 好不好 给自己掌声 再次给队员一些鼓励 所以彤哥 彤哥 所以说 他这次抱我 没过去 不是我的问题 谢谢 不是你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好 现在呢我们的比分 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老板队是 几乎 现在是每个人都过去了 也就是击四分 可是我们的员工队呢 要落后于他们是击两分 其实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呢 我们的老板队其实已经获胜 可是 来到了你好达尔文 我们要适者生存 每个人都要挑战一下 最后一名队员请出列 你觉得其实作为老板 有什么要强于员工的 我觉得老板肯定够有想法 然后做事肯定够稳健 对 就这么多吧 你觉得呢 员工有什么要强于老板的 我觉得尊老A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为什么尊老在前边呢 就是因为我们种得什么叫尊老 所以今天我们做到了 是可见尊老 不是说人家老啊 是吗